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手里的就是一份草鞭鞋的材料包 我们一起来拆开吧 这里面是一卷mixtape不条线 一双联名款的鞋底 一份绞成 一支5毫米的勾针 妮副鞋底缝线和两支缝针 那这里就是我们会用到的所有材料和工具 我们用不条线先来勾织斜面的织片 像这样的方向 将线绕在手上 中指和拇指捏据要勾织的位置 下方将线压紧 让它保持一定的张力 实质顶起来 使这一条线可以勾织 接下来我们要开始锁针链的起针 勾针放在后方 绕一圈 用中指和拇指捏住这个交叉的位置 从前向后勾线 向它勾锅右边的线圈 轻轻的抽紧 这样我们完成了起针的准备工作 让这个线圈刚好可以包住勾针最粗的位置 不要太松也不要太紧 接下来我们保持正确的手势 从前向后勾线 拉过这个圈 完成了第一针起针 再勾线 这里是两针锁针 我们重复这样的操作 直到我们有十二针 现在我们有了十二针锁针链 不算勾针上的这一个线圈 接下来我们要开始勾支第一行的短针 首先在勾支之前 每一行我们都需要起一个力针 这个力针的勾支方法和锁针完全一样 接下来开始勾支第一行 我们这一个位置跳过力针 从它开始勾支 这里才是我们真正的第一针 我们勾针的入针是挑起这一条线 将线勾出来 现在我们勾针上有了两个线圈 再次勾线 一起拉过这两个线圈 可以看到这里我们完成了一针短针 接下来我们同样的挑起单条线 这里是第二针短针 注意这个位置我们已经勾支过了 那下一针的位置应该在这里 每一个辫子上方的单独的这一条线 三针我们按照这样的方式勾支完成第一行 现在这里是第一行的最后一针 可以看到这里我们一共完成了十二针短针 接下来我们开始勾支第二行 同样的 起一个立针 也就是锁针的勾支方式 然后翻转支片 翻到这一个方向 我们跳过立针 从这里开始勾支第二行 第二行我们将会遇到加针 在最开始和最末尾的位置 有短针的加针 我们首先找到入针的点位 从此以后我们都需要挑起两条V型的线柱来勾支 脏线拉出来 勾线过两个线圈 这里是一针短针 接下来我们在同一个位置 再重复一次 再勾支一个短针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短针的加针 两个短针在同一个地方 接下来我们 附加针的继续勾支 每一个位置都勾支一针短针 一定要注意入线的方式 要从这里穿进去 挑起两条V型的线柱 限量勾支的均匀一些 现在我们来到了第二行的末尾 可以看到这里只剩下最后一针了 在这一个位置我们也需要加针 同样需要挑起两条V型的线柱 勾支一针短针 再在同一个位置入针 勾支第二针短针 这样我们可以看到 在起始位置和结束位置 加针之后我们一共有了14针 接下来的第三行 我们起一个立针 翻转过来 跳过立针从这里入针 第三行我们不需要增加针数 我们正常的勾支短针 一共是14针 第四行也是同样的 直到第五行的时候 我们再开始第二次的加针 现在这里是我们完成了 四行后的样子 可以看到这里是1234 我们的针数仍然是14针 可以轻轻地将支片整理平整 接下来的第五行 同样起一个立针 翻转支片的方向 我们仍然需要在起始和某尾位置进行加针 这一行加针完成之后 我们就应该有16针 在同一个位置 勾支两针短针 接下来中间的部分 正常地勾支短针不加针 来到了最后一针的位置 再进行一次加针 在这里我们完成了 第五把针的勾支 一共是有16针 接下来的第六七八行 我们都不再加针 从这里开始 每一行都勾支16针短针 完成八行之后 我们就有了这个斜面支片的形状 可以看到由于二五行的加针 它形成了这样一个梯形的梯度 接下来我们需要 围绕着边缘勾支一圈短针 让这个不均匀的边缘变得整齐一些 为了这个地方能够顺利地转角 在18行的末尾这一针里 我们现在已经勾支了一针 我们还需要添加两针 让它顺利地进行转角 在同一个位置的一针 这是第二针 第三一针 在同一个位置 可以看到现在这样 我们就形成了一个转角的过渡 接下来我们继续包边 在这一些空隙的地方 构支短针 大约是七针短针的样子 在这一针短针 接下来我们继续沿着这一边的长边勾支 我们挑线的位置这边已经没有辫子了 那我们就挑起之前在起针的位置 没有挑起的那一边 也就是这里 从这里一个洞进入 然后这位置的结构有一点像 两根线 搅拧在一起的感觉 我们将它一起挑起来 正常的构支短针 边缘要注意让它整齐一些 转角的位置可以整理的平整一点 摆到这个转角的时候 这一条线放在后方不管它 正常的入针勾支 把它压到后面去 然后继续在同一个位置里勾这一针 形成一个转角 最后一针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整个边缘的勾边 我们留10厘米左右减断线 将线轻轻地抽出来 做最后一步的藏线 首先我们还是来连接手末的线圈 在它们之间做一个连接圈 这里是能看见的第一个线圈 一个B形的 我们挑起这个位置 将它穿进去 轻轻地拉紧 可以看到这里形成了一半的V形 然后我们从这一个出来的点位 穿到下方去 就形成了V形的另一半 这样我们做好了一个连接的旋圈 就可以无痕地来完成这一个位置 然后再反面挑起这一些树上的线柱藏线 有一点紧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只挑单条的线 看好一端之后 我们将它轻轻地抽紧一些 沿着根可以端 另一个线头呢 我们用同样的方式藏在这个方向 我们用同样的方法制作两片斜面的枝片 注意确保它们的形状和大小一致 接下来开始缝合 在缝合之前我们首先来做一下标记 找到五厘米的位置 可以用水烧笔或是签 接下来呢 是枝片占用了7.5厘米左右的地方 那我们周是在12.5的位置 再次标记一下 然后我们将斜面的枝片放上来 确认一下大小的位置 可以上脚试穿一下 我们从这个标记的起点 开始顺时针缝合一圈 用一段两米左右的鞋底缝线 和一支鞋底缝纫针 首先我们从这一个标记的点入针 并且穿过这个枝片上的第一个辫子 这边的线头我们需要留十几米的样子 这样固定好第一个点灰之后 我们开始缝下一针 我们将线拉好 下一针的距离大约是5到8毫米 我们穿过斜径 并且也穿过枝片上的辫子 这一条线一定要放在缝针的背后 我们可以转动支针 更方便我们将线出来 轻轻的抽紧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了一条L型的形状 这就是我们缝合好的一针 下一针在这个位置 将线抽出来 并且将这个地方固定的近一点 起始的线头我们也可以两端一起拉扯 来固定这一个最开始的位置 接下来我们就用同样的方法缝合 注意向左上方抽紧每一针 让这个缝合的痕迹在交界的位置 我们缝合完一边之后呢 最后一针要对齐这个标记的点位 接下来我们再 领近这一针的地方 再缝合一针 这一针只缝合在鞋底上 起到加固的作用 我们向左边抽线 让这一个交界的位置 在鞋底边缘一圈的内侧 接下来我们只需要单独在鞋底上 缝合一个装饰陷阱 将交叉点放在这边 用尽量相等的间距 现在我们顺时针一圈 回到了这个起始点的位置 我们靠近它来缝合一针 然后将这一个终点和起点连接起来 我们挑起这一条线 这一条是我们最初的那一条线 把这条线拉下来 然后这里是我们起始的线头 我们从它的同样的这个位置 也就是标记的点位 穿入到那一侧 轻轻的抽紧 可以看到这里就已经被封口了 然后我们将背后的这一条线挑出来 这就是我们起始的那个线头 我们将两条线一起拉紧 就可以完成这个封口 并且让线头都到了内侧的位置 我们将这两条线打结固定在末尾 尽量的抽紧一些 然后藏线 藏线的位置是这个写面支片的那一侧 我们挑起着一些短的线柱 觉得比较紧的时候就只挑一条 像这一条线藏在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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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这一条线藏到内侧之后 我们只需要沿着根部剪断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这一只一只草边斜 一年二年三年四年と 続く僕らの明日には 昨日よりも少しだけど